為何你做的工作? 那份工作對面姐來說 其實我做了十多年 我是手道拿來的 我完全沒有東西 我不應該存在任何的瑕疵 這才是難的 最難的一個 其實她是一個很細心觀察的人 無論她是對於新聞的觸覺 又或者對於人性的觸覺 很觀人於微 其實所有人都想要某些東西 就是利益、地位、職位、金錢 只要她懂得利用每一個人的心 就可以幫她達到一些目的 而不用她自己出手 我覺得這個女人很厲害 我也想嘗試演這類型的角色 因為有時其實 我是想給觀眾猜 究竟我在想甚麼 我對她好的時候 是否真的對她好呢 我對她不好的時候 我是否真的很討厭這個人呢 又未必的 不是的 有時可能是相反的 又或者我隱藏著一些情緒在裏面 這件事是我想給觀眾一個留白 她自己去思考 這個職業首先我未接觸過 但在我未接觸過的情況下 其實所有人將會看電視的人 都看過新聞 都看過報道新聞 所以這件事是不能欺騙的 你沒有想像空間 你怎樣去控制我的語速 我的聲線 因為通常報新聞都是一些 可能是災難性 或者不是很開心的事 你怎樣可以用 不可以帶自己情緒 或者不可以太多立場 太多表情的情況下 去送出一宗新聞出來 其實原來是很難的 對 前面是有提示器給你的 但你怎樣可以做到你的眼睛 不是滾滾滾的 因為你要追 其實你要追 他的字幕 你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是需要長時間去練習 我自己在家裡說了很多次 我用錄音 我怎樣去說得出來是相似的 我怎樣去撿到那個對白 是口語化得來 又不是太 就是觀眾是會接受的 但是又要有一些模式的 有報新聞的模式的詞 所以無論是拍影片 我自己有拍影片 對著自己說說說說說說 說完之後 哪裏可以做得不好 坐得不正 可能你不知道有時候 你以為是坐得端莊 但其實可能是高低薄 因為你的腰是歪了 你的頭以為看著 但其實不是看正 這些東西是你平時不會發覺的 因為你要正對坐正的時候 那件事是完全另一件事 開工差不多一個禮拜後 就拍那場重場戲 第一次現場直擊報道那天 我是很緊張 因為我自己幻想 我怎樣也要拍下主播台 報新聞的電影 因為外出比較難 外出是沒有提示器的 而且外出有很多雜音在外面 那天就是了 其實我對白已經熟悉了 怎樣演繹也知道 但當去到現場的時候 太多干擾了 那裏又在著火 這裏又在救人推來推去 那裏又有吵又有說話 很多東西動來動去 但你又要保持鎮定 又要放鬆地面對鏡頭 去說你的話的時候 我記得我拍完第一個拍 監製就跟我說 你的頸和你的肩膀 可不可以放鬆一點點 老闆很硬 老闆 我以為我很鬆 我已經盡鬆 但其實我那天出門口 那時還未化妝 心影響跳 無形之中很大壓力 很害怕 怕自己做不到 所以回到家後 真的鬆一下 氣息 這樣真的不是開玩笑 每次無論我接到什麼角色 或者什麼戲 我都很緊張 我見到一個拍視徒行者 拍完我三個媽媽 一天之間離開了我 那場戲在醫院 之前那晚想了很多事情 當日沒有說過話 回到家以為拍完輕鬆了 那晚就失眠了 那個情緒控制不了 還是在裡面 因為其實很難 你想想三個親人 同時間離開你那種感覺 是幾那麼痛 是抽離不了 這次我其實很喜歡我和Sean的一段情 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是我一個椅塔 當我很迷失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去找他 而他永遠都會給我指引 有時我可能走歪了一點 他又會告訴我 喂 看著 你記不記得你的初衷是什麼 他對我來說是一個智者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最了解我的愛人 因為他是我前男友 我對他的信任是100% 我知道他不會出賣我 我對著他我可以做回自己 有很多時候 因為當局者迷 你很容易會在一些 你遇到一些突發事的時候 可能做了一些決定 或者是你不知道做什麼決定的時候 我覺得是需要問一下別人的意見 尤其是在一些大事上面 尤其是在一些大事上面 尤其是 看到一些人的看法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有時不要太過自我 有時你清楚自己的想法 不代表你的想法是對的 又或者是最好的 其實因為現在 互聯網的關係 其實你一舉一動 一言一語 都會傳到世界各地 有一些決定可能會影響很大 自己會不知道 如果自己光看自己的時候 你不夠宏觀的時候 可能會做一些不對的決定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溝通上會不會有問題 我不知道 因為我都是一個比較成熟的人 思想上 亦都理智 除非那個人是很偏成熟 因為我都是著重靈魂伴侶 因為我不是要一段關係 我現在追求的不是一段關係 我現在追求的是一個靈魂伴侶 一個談到自己 可以分享或者有feedback 可能會告訴我 你不對的 是一個教我怎樣做的人 而不是被我畏責 我很安於現狀的人 亦都需要教識自己 要懂得知足 不要比較 可能有些人有美滿家庭 有小朋友 很幸福 但我也有我的幸福 我很喜歡我的工作 我都享受我的生活 每個人的追求不同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的地球 宇宙都有他的使命 不是全部人都一聲一樣 要做同一件事 你在你的範疇裏面 可以盡量試一下發光 已經不往事生 我一直都很欣賞律師這個行業 因為我覺得是為民請命 和為人爭取公義 亦都可以幫到一些可能陷冤的人 但亦很害怕他大量的台詞 但經過今次的訓練 即《珍民女王》 Man姐這個角色 其實經過今次之後 我反而沒有那麼害怕 如果我在想 如果有人找我演律師 我覺得我都可以挑戰一下 我喜歡聽歌 我也很享受 喜歡欣賞別人的感覺 我也會很開心 而且實在是好聽 但會不會演戲不住 有機會便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